今天是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 現在是上午的11點3 帶大家來到將軍澳的康城商場 The Lohas 看看這裡多不多人和多不多東西買 前面這間就是Elbai 然後我們看對面就看到一間黃月 專門賣精緻的餅 再走前一點 我們會看到一間餐廳 叫做Tommy Yomi 其實也是泰兄品牌旗下的一間餐廳 專門賣假裝泰國菜 然後旁邊這間店是賣衣服的 未開門 可能現在還是早 我們向前走 我們會看到一間 Balano 賣衣服 但早上是沒有人賣衣服的 只有職員在等大家 我們再向前走 我們會看到 我們很熟悉的 蓉祖兒 很大的廣告 這裡是一間叫做Oasis的美容店 裡面是很大間 不知道多不多人 現在是11點多 很早 旁邊這間是買洗頭水 和洗澡液的 採風行 跟著這個位置 是一間吉舖 他說會將會開 再一個旁邊 這間是龍島 可以喝咖啡 吃一間西餅的 但早上是沒有人 為甚麼呢 早上不喝咖啡 然後再走前一點 我們會看到 一間花店 這是將軍號 康城區 唯一的花店 也有些生意 旁邊就是 六福珠寶 是等大家進去的 入面暫時沒有人 六福珠寶 旁邊就有一間 周大福 有六福的話 當然要有周大福 也是只得正在準備 入面是沒有客 我們再走前一點 看看 這裡人多一點 有BB車 接著看到甚麼呢 看到這間 阿泰餐廳 入面是坐滿了人 外面還要排隊 很多人在等著吃早餐 隔壁是甚麼呢 隔壁是一間 都幾多人 接近坐滿 我們再走前一點 走前一點看看 我們會看到一間曼寧 這間曼寧 幾大間 走得很舒服 早上11點多 也有少少股客 有幾個左右 不是很忙 其實買東西 這個時間是最舒服的 又不多人 跟著我們 再向前走 我們看到這間賣衣 還未開 這裏其實是在 二樓 將近澳日窗型商場 總共有三層 就是三樓 二樓和一樓 現在我們在 二樓的位置 向前走 你會見到一個 店舖 正在製造 裝修 這裏是 叫做 上加上海 是做上海菜的 這個位置很漂亮 因為你可以 去望到 樓冰場 這裏 之前這個位置 也有一間上海舖 但已經結束了 希望這間可以 捱久一點 現在先下下一層 下一層有什麼看 下一層我們會見到 還未下到 現在還準備下下一層 下一層其實是 超市和街市 我再詳細說一下 超市和街市 真是很大特色 這個叫 新鮮生活 街市家超市 店舖 我們再往前走 我們會見到 什麼呢 我們會見到 在將軍澳康城區 唯一 一間的藥房 這裏沒有 榮華藥房 只有這間 這間好像叫做 新城藥房 他買的價錢 都OK 不算太貴 可能貴一兩元左右 每樣東西 都 算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住得 漢城 遇到東西貴 對了 我們再向前 一點點 會見到什麼 你會見到 兩間餐廳 待會我們就會見到 一間 一族麵 另一間 就是這個 米鎮線 兩間是貼在一起 同時都是大家樂品牌 這個位置之前有間高級餐廳 但已經轉了平民餐廳 這間是預居 可以喝茶 簡單的點心 這間的 跟著我們再走 這間就是 Pizza Hut Pizza Hut 11點多 未開門 可能只是做 下午 和夜晚的生意 我們再向前走 我們再向前走 向前走 會見到 有一間 什麼呢 就是 優品360 現在很多商場都有優品360 貨品的貨品 價錢都可以 很多人 幫助 你再向前走 你會見到 一間 日本城 這間就是日本城 基本上每個商場都有一間日本城 總有一間在你的商場 你再向前走 會見到一間 大綿甸甸的快餐店 大家樂 他還說自己最近賺到很多錢 剛剛公佈完業 他也有很多人排隊 因為價錢夠便宜 但這間大家樂 比其他的大家樂 其實是差一點 我們吃過幾次 都覺得是一般的 然後 大綿甸甸的位置 你會見到什麼呢 就是全將軍澳區 唯一一個 真雪的流冰場 這個就是 將軍澳 The Rain Codes 的真雪流冰場 早上11點多 都很好 不太迫 都有人玩 其實玩流冰 這些時間是最好的 千萬不要下午來 因為下午是最多人的 那你上午11點來 就非常舒服的 會玩得很開心的 我都來這個玩過一兩次的 是OK的 蠻漂亮的 我們看完牛冰場的隔壁再看看 重點介紹 全將軍澳 日速康城區的商場 唯一一間的 超市家街市 這間街市都整得挺漂亮的 但是 價錢是 超貴的 我想 住在將軍澳的 康城區的人 都知道 專門買貴山果的門口 這個 藍莓 兩盒 要68元 68元 逼你買兩盒 接著我們走一下街市 我們走進去會見到什麼呢 首先見到一些高級的冬肉 這裡最主要買一些貴的牛扒 接著有其他的冬肉 你發覺這裡就是 每樣東西 就只有一間店舖 一樣選擇 一定不會多的 價錢都設得 挺高的 很少做特價 還有專門買一些高級的東西 因為 蟹 一千元 接著這裡 買一些平民東西 就是蔬菜 你猜一下 這些蔬菜 多少錢一斤 這些菜心 白菜最少是 18元一斤 34元兩斤 貴絕將軍澳區 比上德街市 貴最少50% 但是這裡管理得很好 因為 每種類都只有一、兩間店舖 你沒得格價 一定是焗你買 你不買的話 你自己就要坐車出去 或者開車出去買 就花了一點時間 這裏就是賣海鮮的 這裏就是賣海鮮的 我們再向前走一點 你會看到 這裏都是壽司 這些是包裝好的壽司 我都吃過一、兩次的 都OK的 當然價錢不會便宜 這裏都有兩頓飯 這裏都是賣 都是賣一些普通的熟食 然後這裏是賣什麼呢 燒味、滷味 這裏賣燒味 有白切雞、小肉 然後賣一些 做好的食物 有些包裝好的飯 這裏就是麵包店 街市 基本上就這麼大 很快就走 我們先走到超市 超市就賣酒 這裏 哪裏只有這麼多酒 這麼大地方 接著在隔壁 你會看到 都是賣一些 冷凍食品 雪糕 餃子 這裏就是火鍋 專區 這個位置其實是非常冷的 隔壁 這裏有些雪糕 果汁 接著就是這樣 我們再繼續走 隔壁就賣一些雜貨 例如洗潔精 洗頭水 沐浴露 然後 隔壁 你會看到 很多薯片 為什麼 將軍澳 康城區 賣這麼多薯片 人們是不是很喜歡吃薯片 這裏呢 還有在薯片選擇非常多 有不同的牌子 在淋酒 我和大家檢查一下 一包 普通小小包的蔬菜 這包蔬菜有兩三棵 一包要 15.9 都挺貴的 15個狗 只有兩三棵菜 我們繼續走 看看這包蔬菜 這包蔬菜 賣多少呢 16.9 我想貴過 將軍澳街市 很多 外面的街市買 應該10元 都賣到 很多次 這裏要賣16個狗 張軍澳區 其實有超過10萬人居住 這個康城區 還有這裏有十幾個屋苑 但是只有一個商場 就是這個 The Lohas 還有一個街市超市 就是這個 The Vest 大家選擇是非常少的 那我們 就粗略去了 這個張軍澳的 The Lohas商場 你覺得住康城區好嗎 還有呢 其實你住康城區 你都要預算 要付高一點的 地鐵的車費 因為被迫著你乘坐地鐵 沒有其他選擇 巴士的路線 是非常之少的 還有單次 還有時間 都是不方便的 還有 張軍澳區 雖然是新的 這個康城區 張軍澳的康城區 雖然是新的 但是這裏 就是 要交很高的管理費 通常新樓 每一個實施 要交 3至5元 或者6元的管理費 其實負擔得挺重的 你搬不搬進來就自己考慮一下 好了 節目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記住 給個like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